《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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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才 我和玉林 只是一时口角争执 寻常小事 不顺冲撞 还望云中军恕罪 事关长衡 自然不是小事 南英 你说玉林偷了长衡的流盈石 可是真的 玉林说 这流盈石是长衡先军赠他的 许是丹音弄错了 可有此事 是 是长衡先军相赠 玉林并未偷契 请云中军明察 绝无此事 雄军 奇幻流盈石有助于仙法修行 长衡每日随身佩戴 从未赠予他人 是 玉林 欺骗云中军和偷窃一样 是重罪 两罪并罚 会隔去先职 将为下先 懂吗 我 玉林并没有欺骗 玉林只是害怕长衡先军 被人议论 这才 不得不言 是 兄军 我和玉林仙子素不相识 她胡乱攀扯 想必 是为了逃避偷窃罪责 按照先律 隔去不语似先职 闭门思过 玉林 你 念你母亲常年行云不语 恪守职责 从未有失 本军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这流营石 到底是你偷的 还是长衡送你的 送的 既是如此 待下去 消去仙谷 打下神水精 走 我冤枉呀 兄军 玉林虽得行有亏 有为天归 但罪不至此 恳请兄军 收回成命 云周军 你就饶他这回吧 大不了 不让他去永泉宫就是了 爹 你也帮他求求情 够了 玉京的仙子 何时经这般没了规矩 他们不明白 你也不懂 身为东军幼子 水云天战神 绝不可行差他错半分 主上 长衡来了 长衡 他为何回来海市 不知为何 不过 不过前分海市碎起 附身两族之事 在三界已传开 长衡怕是收到消息 才来海市询问 主上 我们该怎么办 奶都来了 奶就会会吧 是 水云天战神 大驾光临海市 是打算买东西啊 还是卖东西啊 长衡来此 是有事要请教 海市主 可失得此物 水云天战神 在山西 尽尽 一遍 导致 导致 你想啊 没有尽尽 贤君可知 我海誓的情报 是要花钱的 不过 对长衡贤君 可以离外 为何 碎气突然出现 海誓大乱 皆因一名 擅闯海誓的神秘人而起 神秘人 那位神秘人 法力深不可测 不仅将碎气带至海誓 还摧毁了海誓的根基 近日来 海誓已不堪欺扰 你是说 这碎气 是神秘人所练 蝶衣 夜火 这三截当中 除了三万年前浮出的 月尊东方清仓 还有谁可以操纵一路 今日对我得罪 改日再来赔罪 告辞 对了 那日神秘人离开海誓的时候 还带走了一名水云天的人 谁 是 据说是一株无名无姓的兰花草精灵 多谢 主上 为何要将东方清仓宪宪室一室 告诉长衡 东方清仓法力无边 若是他守在神女宝宫 定无从下手 但如果跟长衡联手 尚可一天 原来水云天的相女长这样 怎么长得跟画册上的不太一样啊 这相貌也就平平无奇啊 是啊 哎呦 天 不要别再碰我了 你是什么人 尊尚为何大老远地把你从水云天带过来 我怎么知道 尊尚该不会是 看上他了吧 啊 你看他 脸也生得平平无奇 法力一看就不行 尊尚怎么可能看上他呀 就是 在水云天被嘲讽就算了 怎么到了苍颜海还要继续被蜀弱 尊尚若不是看上他 怎么会在自己忙着接管月族事务 分身乏术时 还专门吩咐我们来为他疗伤呢 你们看 这些可都是纪月宫里最顶尖的灵药 从来不给万人用的 哦 让你们为他疗伤 你们在干什么 拜见尊尚 都退下 是 是 小花妖 干吗 你之前对本座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倒是怕了 我 我错了 尊尚 不 不 本座希望 你还是和从前一样对待本座 不不不 以前是我不对 我再也不敢了 不顾 就算你是月尊 我也要说 你抢走了我的人 你也抢不走我的心 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因为我心里已经有别人了 又是 又是长恒是吗 你除了提他还会不会说点别的 不 不太会 反正 反正就算你对我动情也没有用 你强迫不了我的 笑话 本座怎么会对你动情 对 那既然没有的话 岳尊大人 你不如就放我走了吧 放你走 你能去哪儿 别忘了 你现在是水云天的逃犯 司通月族的奸细 哪儿还有你的容身之处 我那是被你骗了 本座从未骗你 是你自己太蠢了 你 别忘了 本座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把你从水云天掠走 此等殊荣 你怕是一辈子也洗不掉了 从今以后 你都要和本座在一起 懂吗 把命部修好 否则别想出这个房间 怎么又是这个命部 你一个月遵 干吗偏偏就这一个 凡人的命部不放 你到底要干什么 别多问了 只管修你的 我才不会修这个命部 我才不会助纂为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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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